阔瑞舒顾兰西的高辽、轮天还有玉厂大桥 因为去年9月大地震严重受损 玉镇和东数千民众出入受到影响 所以县政府也立即设置临时变道 不过由于是临时变道并没有路灯 玉镇名代表谢德川在定期大会咨询时表示 一到了晚上这条变道桥就变得非常的暗 而且下雨的话视线更是模糊 所以要求公所尽快来改进给居民一个安全的临时变道 跨越修顾兰西的高辽、轮天以及玉厂大桥 因为去年9月大地震严重受损 玉里镇和东数千位的民众出入受到影响 所以县政府也立即设置临时变道 不过由于是临时变道并没有路灯 玉镇名代表谢德川在定期大会咨询时表示 一到了晚上这条高辽变道桥非常的暗 一旦下雨视线更是模糊 所以要求公所尽快来改进给居民一个安全的临时变道 这个是大雨段 大雨农田那个那条近期高辽变道那条 整个都看不到 尤其是下一天不知道那边有没有一条路 这个是我用我的相机的闪光灯来去拍的 所以照到那个路口处 路口处有几只站着 OK 看得到 结果到里面去什么都看不到 真的用路人真的很危险 真的尤其是下雨天整条路是黑的看不到 希望说我们忍不能做个处理 镇长说这是一条变道 高辽大桥跨距是880公尺 只要下大雨就容易有吸水暴涨可能 变道桥也可能会被冲毁 所以这条变桥无法设置路灯 所以当时有设置防撞杆上面有反光贴纸 车灯一照就能引导路线 这个我来我来询问一下 法规也要跟县府报告一下 我这样来贴可不可以 需要我们这边出个声音不信 好 我相信透过今天的会议 我也希望花莲县政府建设处 因为当时陪着来的是建设处副处长 县长交代他们要贴 因为当时陈金堡陈理长都有讲说 那个反光贴在你们泽西复栏那个 造起来根本不会反光 回去以后好像责任全国落在意政公所 我们要负责后面的一些责任 因为是我们公所管养 对 谢登川说这条道路应当要全面贴上反光贴纸 公文俊辉复表示 虽然管养是预理政公所 但还是由县政府负责 会后会向政府建设处反应代表的需求 尽快来处理 记者高双双与正采访报道